近年香港的電子支付迅速普及 根據電子支付平台報告顯示 現時全港已經有超過10萬間零售商戶設有電子支付方式 在香港邁向智慧城市的路途上 從商戶角度出發 設有電子支付方式 為他們的經營帶來怎樣的影響 其實基本上和客人第一個接觸點在網絡上 客人可能看一件產品的 其實很方便他們不需要離開這個家 只要用網上的轉數款或信用卡 透過網上的介面作為一個付款 已經可以提供到 第一 因為電子支付會有一個收入費 因為一些提供電子支付的平台 第一 要提供收入收入費 有些客人就會很介意 因為以前我們用的現金支付 沒有收入收入費 如果轉來這個 有機會有收入收入費 可能有機會轉嫁客人 讓客人可能在價錢上有少許 會加進去其他地方 有機會是 其二 因為它這些全部 可能使用不同的電子支付方式 因為我們不同現金 雖然我們即時可以 收入了這麼多錢 我們可能會通過一些會計 或者一些層面上才知道 它給了錢嗎 是否確定了給了錢 即時來說它給了錢 但不會說即時這一刻便會來到公司 同時也有可能是相關後續的錢 方便如何進入公司 在這邊 試過可能付完錢之後 但有些客人 這個世界總有一些人 會覺得付完錢之後 自己去做未分 但試過產品給了客人 因為它透過一些支付平台 信用卡之類 它回了之後 可以到銀行那邊搞 其實第一件事 會跟我們這邊說 但這個情況下 可能商隔已經是 右建產品 離開外公司 去到客人那邊 已經可能是三、四個月的事 同時可能中間需要花費過程 找回一些單據上面 一些出貨紀錄 交收紀錄才去處理 這些可能是 稍為一些有問題的地方 以科技重新定義日常生活流程 要兼顧技術 更要以人為本 電子支付已經作為一個 基本上的日常使用用途 可能是消費券一個熱潮 可能政府發五千元之後 很多客人用五千元 再加自己少少錢 可能可以購買整部電腦 帶動消費 帶動市場 其實是絕對好事 我們絕對歡迎